凹凸组合的一个担当 你会给大家怎么分配 文文就全能担当了 卡姐就是她很厉害的一个队长 智慧担当 小猪不要生气 你是吃货担当 子萱就是盲内担当 因为她是我们凹凸最小的嘛 二姐就是我们家长 我就是智慧担当 我说咱今天不弄了 躺赢 白了 白了 现在想来 感受出最多的一个舞台 我觉得最有团魂的一个舞台 其实是成团宴那一天 我们的Chandelier 大家都把自己的绝活拿出来了 不是 我想采访一下 我成团宴那个不叫大招吗 当时现场大家都说这是大招 然后我就开始放话 跟大家说 我就告诉你们成团宴我要放大招 后来他们就在网站上说 传下去 丽姐要口吐喷火 砖火圈 然后就开始各种各样的 到6号的时候 我就一打开 我说怎么 一千多条私信 然后每个人就说 你那个大招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说 啊 我的大招 你们都不知道吗 最近有看那个余文文的那个花絮 是她自己放出来的 哦 如愿那个是 买衣服的那个 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哎呦 那个太赶了 我们就是临时搭了一个那个篝火晚会 去想大学毕业的那种感觉 然后那个裙子很短 我要在那坐两分钟 我就很担心她穿帮 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 佛想给自己送的一个礼物 有始有终嘛 就是出舞台的那个衣服也是我们自己 然后这边呢 DIY的 我就设计了鞋尖的 然后包括那边直的开唱 但我发现人站在那的时候 腿是露不出来 然后我又把那个鞋边给 稍微卷进去了一点 有点智慧 可恶 这个你再给我放一点 这个我可以的 我是你个拐 我ENTgel不捅 你很重 现在回家 有一次 有一次 那你说 有一次 有一次 他媳妇 有一次 会